你关注人权议题吗 有一位基督教教会的高层 他借着自己在宗教上的影响力 不只让国际关注种族议题 同时也热衷推动性别平权为统治发声 并支持安乐死 今天我们就要来介绍的 就是被誉为南非的良心的圣公会大主教 戴斯蒙图图 大家好我是凯莉 欢迎收看本集的人物放大镜 去年10月26日 以90岁高龄逝世的图图 在国际上是非常知名的人权神学家 同时也是南非圣公会的第一位非裔大主教 1931年10月7日 图图出生在南非西北省的一个叫做 克莱克斯多普的城市 他的父亲是一位国小校长 母亲曾在学校担任厨师 那图图的一家是住在南非所谓的黑人住宅区 那住在那里居民常会因为资源匮乏 生活条件很差而面临许多的困难 图图的哥哥和弟弟很早就夭折 那他本人从小身体也不好 因为罹患小人麻痹导致右手萎缩 还曾经因为肺解和住院 一岁时图图受洗成为基督徒 因为父亲是基督教小学校长 图图一直在父亲的学校念书 频繁接触基督教相关的书籍与教育 人他对基督教越来越有兴趣 直到上高中图图到南非的约翰尼斯堡上学时 在当地的圣公会教堂服务 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牧师 特雷佛哈德尔斯顿 当他跟家人第一餐 这位反种族格力的白人牧师见面时 对方就对图图的母亲脱帽致意 这在当时种族隔离观念非常风行的南非 是很罕见的举动 后来图图录取了约翰尼斯堡 金山大学的医学系 却因为家庭没有办法负担学费 只能放弃 但他也没有气馁 转往教育节发展 获得政府的奖学金 并参与师资培训 成为老师后没多久 1953年的时候 极右派政府因为一党专政的优势 陆续透过法律 推出严格的种族隔离政策 并把手伸进教育界 对此非常反弹的图图 我不愿配合政府 想要把黑人全部培养成工人的教育方针 他决定离开教职 寻求能帮助社会改变现况的方法 在跟牧师哈德尔斯顿请教后 图图决定要成为英国国教圣工会的牧师 把教育的对象从学生转为信众 1960年代初期 在南非以白人为主的圣工会中 有很多人认为 当地需要更多的非裔人士担任教会高层 所以图图就在1962年 获得神学教育基金 到伦敦国王学院 接受神学教师培训 图图在风气更为自由的英国 远离过去被种族隔离束缚的生活 持续在教堂为白人信众提供宗教服务 更深刻体会到自由的可贵 完成学业后呢 图图回到南非 并在教会逐步进身 到了1975年 图图成为约翰尼斯堡圣玛丽大教堂的院长 那是少数同时接纳黑人 和白人信众的教堂 该院的院长 更是南非圣公会地位第四高的职位 图图也是南非第一位 能达到这个位阶的非裔神职人员 他借这个机会呢 积极向大众推广自己 期待南非实现种族平等 取消种族隔离的理想 像是公害支持 用经济制裁来施压南非政府 或是在教堂举办守夜活动 为那些被逮捕的人权运动人士祈祷 图图高调反种族隔离的态度 越来越获得国际关注 但也让政府开始忌惮他 1980年官方没收他的护照 直到隔年才在社会压力下归还 随后图图就展开欧洲 还有美国之旅 这趟旅程提高他的国际知名度 更被许多美国人定位为 南非的马丁路德金恩 就有许多支持种族隔离的保守盘 百人至上主义者攻击图图 一直强调黑人在过着贫困无助的生活 但他明明就在享受着好日子 这样试图分化图图跟他的支持者 甚至还寄死亡威胁性给他 但图图并没有因此退缩 他坚持在国际上发声 成为南非黑人眼中的偶像 也鼓励人们更愿意展出来 投入反种族隔离的抗争 而这些付出 让图图在198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虽然政府在种族政策的态度 一直没有软化 但圣公会有了进展 图图在教会极次陷入讨论僵局之后 成为南非第一位非裔主教 于是图图借着这个身份 在教会内部推动改革 在当时的保守氛围下 他获得圣公会的批准 任命女性担任牧师 也任命同志牧师担任教会高层 在南非黑人与政府的冲突 持续升温的情况下 图图不断呼吁非暴力的抗争手段 并且协调两方的沟通 也在国际间奔走 像是他曾跟英国首相柴奇尔见面 并跑到联合国会议上发言 希望各国能用经济手段 对南非政府施压 在图图和各方人权团体的努力下 终于让政府改变态度 到了1991年 在南非最后一位白人总统戴克拉克 释放曼德拉后 种族隔离的相关政策被正式飞除 但图图并没有因为种族议题 被改善而停下脚步 他先是担任征上于调查委员会的主席 处理南非的转型正义 更在1996年 以开普敦大主角身份退休之后 持续关注南非国内外的各个议题 在国内呢 即便已经进入更开放的政权 图图还是会对昔日的战友 曼德拉的施政方针提出质疑 面对国外图图投注心力在关注非洲的自由与人权发展 也跟同样关注人权议题的达赖喇妈 频繁在国际活动会议上碰面 两人不只互称兄弟 还出席彼此的生日派对 图图也常为西藏图博的议题发声 2011年图图批评南非政府 为了避免影响任中国的关系 刻意拖延达赖喇妈的入境申请 并呼吁曾遭迫害的南非民众 应该对正遭受迫害的西藏人民展现支持 与多数基督教高层相比 图图十分关注并支持统治议题 他表示了自己对统治人权运动的关注 就跟他对种族议题的关注一样 图图曾在许多像是联合国演书的公开场合 为统治发声 并说出不少惊天名言 比如说我不会敬拜一个仇视同性恋的上帝 或我宁愿去其他地方 也不愿意到恐同歧视同性恋的天堂 图图也呼吁南非圣公会 应该接受同志并为同志主持婚礼 他曾私下批评教会强迫同志牧师 必须维持单身是很不切实际的事情 然而2016年图图担任牧师的女儿 跟同性伴侣结婚时 仍然被迫放弃神职 那面对多年来 坚持不愿在这件事情上让步的教会 图图表示自己对女儿被免除神职这件事 感到悲哀但不惊讶 后来他出席了女儿在南非的婚礼 亲自表示支持与祝福 到了晚年面对一再复发的社会线癌 以及前站有曼德拉在过世前的失能与痛苦 图图投书美国的华盛顿邮报 公开支持安乐死 他表示对于那些承受难以忍耐的痛苦 来到生命镜头的人来说 只要得知拥有安乐死的选项 就已经是无尽的安慰 好了今天故事讲完了 如果你喜欢这节目感的分享跟他们看见 你可以订阅LINE TODAY的官方账号 他就会每天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到LINE TODAY古今栏目里 就我们所的报导 如风到镜我们下周日见 拜拜